好 刚刚来看一下 这个玄富熊就说了 蔡英文现在他觉得像一个什么 像清末宣统 看起来是要亡国了吗 亡有嫁国 这是亡国的皇帝 其实来看的是 这是亚洲周刊 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图期 之前就把蔡英文 反奉就是一个太上女皇 大家都得听她的 党内只听你的 真正敢讲话的意义也不敢讲 那其实呢 目前他们也其实有分析了 好 来看到的是 是谁的分析呢 有人就说 蔡英文放弃卡赖清德 因为都是共犯结构 就是游赎会 那他同时也说 赖清德就算呢 因为揭霸了2024 但是呢 也不会去掀蔡英文的底啦 不会把之前的 这个前朝的一些账啊 给翻出来 掀出来 因为呢 家丑不可外扬 讲好了 大家都瞧好了 汤圆都脱好了 好 全部都已经 按盘交易好了吗 好 另外贤富雄 他也有话要说 他认为啊 这个呢 其实啊 根本是苟延残喘的 末代内阁啦 蔡英文简直就像 清末宣统帝 宣统帝是准备要亡国的吗 他万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全面执政 圣极一时的民进党 到最终啊 你看看 可以一路衰败到 如此的田地 所以呢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人都对 整个民进党 现在此时此刻 走到这个地步 摇头叹息 那有网友就说啦 宣统就是溥仪啊 溥仪就是亡国的皇帝 也有网友说 哎刚刚好 乐见这个结果 所以呢 因为你们自己 把自己民进党给密了 所以2024 你就会被 全部被人民给下架 好 神父兄就说了 其实自己人 都不想当你的官了 那你还能指望 大家能够选你的人 当这个下任总统的吗 所以有网友说 这是不是代表赖清德 2024完蛋蛋了呢 好 这个没有戏唱了呢 来看是 敬华大学教授 施振峰 他怎么认为 他说 其实呢 现在啊 整个的内阁改组 可以看出来 陈建仁是一个 温良公俭让 看似温良公俭让的人 但是实际上 可能又是又邪又恶啊 他说陈建仁可能 会做出一些 可能一般人呢 你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肚子里不知道 有多少的坏点子 他说跟总统 蔡英文就是同路人 苏贞昌是这样子 他啊 恶而不邪 什么 恶而不邪 你知道邪恶 很凶啊 恶而不邪 不邪 他算是直肠子的啦 拍戏戏啦 OK 就是那个样子啦 OK 当他的下面会被他骂哭 他说骂哭就会重用啊 记得这一点啦 反而被他骂是好事 表示说你是别的派系 是嫡系的小英的人啦 但是像陈建仁这些事 某种程度 温良公俭让是又邪又恶 又邪又恶 差不多跟小英是同样的人 所以他也是结底 有些事情他会做得出来 有些我们一般人其实是做不出来 因为他们跟民进党是没有完全创党精神 理念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跟着权力跟利益在走的嘛 他很感谢 而且因为他表面上扮演这个好像是这样子的 对啊 科学家 信天主啊 宗教家那个样子 谁说基督徒就没有坏人 而且他竟然敢说天主说什么 没有人敢这样 这是假先知 不要忘用天主的名啊 坦白讲不可以这个样子啊 好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他是我们不知道 他肚子里面有多少坏点子 我们不知道的 哇 这次呢 来看是施政风的分析 那其实呢 转型政院长陈建仁 之前在领书上头 公布了三波内阁首长的名单 那其中留院的阁员 其实蛮多的 换句话说 很多人根本没有走 就好端端的坐在位置上头 还不走 那让人非常意外的是 包含了这个平通县前县长潘梦安 跟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这一会居然没有在入阁的名单当中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形 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 他说滩文其实有很多名单 是不要用的 任期只有一年要找学者专家 是不太可能的 那现在设定的工具 就是设定的是一个工具人的角色 剩下一年都是以选战为主 所以呢也引发了外界的讨论 那当然同时来看这个新内阁当中 即将要接文化部长的高雄市副市长史哲 虽然呢 在昨天是来看的是呢 这样子呢 有这样的消息传出 那今天也是开工之后的 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也是在高雄市府的最后一天呢 的时候他表示说人生最精华的时间 能够在这边服务 他感到相当光荣 虽然有点舍不得 我未来会抱持同样心情 北上来服务 谢谢部长的心情 今天是我们开春后上班的第一天 那当然也是我在市府的最后一天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 把所有该完成的工作来完成 那我在高雄市政府 将近15年的时间了 那这个人生最精华的时间 都能够在这里服务感到光荣 那也特别感谢陈其迈城市长 这过去就两年半 对我的尊重跟支持 那我还是抱持充满的心情 北上来服务 谢谢 那这么久时间在光荣 是不是不会很受不了 我想行政工作 团队工作都是一棒接一棒 我们当然有非常多的不舍 跟当然还有很多挂念的事项 不过我相信一棒接一棒 都会把事情做好 那同事也来关心了 这个新旧内阁来看的交接 其实呢外界对于陈静人的过去 言行跟抄袭的风波质疑 是从来没有断过 那国民党立员党团 在30号对陈静人提出了五大问 那五大呢包含了高端币案 你到底查不查 敢不敢查 要不要查 还有呢论文抄袭 你到底追不追 能源政策你改不改 还有抄政现金你发不发 还有以及是劳保改革 你动不动 指引了陈静人的内阁 根本就是要贯彻 蔡英文总统意志的这个延伸 所以是个傀儡内阁 被蔡英文给操纵的傀儡而已 这件米平党内派行的平衡 那是毫无专业可言呢 好 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来看 苏元昌的结束了 这长达了1478天的院长的任期 其实告诉大家哦 这个数字撑下了 我方民选总统以来 其实最长的行政院长的 这样的一个记录 不过争议不断的核心 手掌王美花还有陈吉仲 完全都没有换 也没有动 再也挡着炮轰啦 你搞出了缺电 又搞出了缺弹的手掌 都不动如山耶 官位做得稳稳的 好 没有想要走耶 但是因为呢 执行费和跟挺莱猪 让蔡英文高兴吗 好 这改组 根本没有把民意放在眼中 下台一鞠躬 苏贞昌1478天的院长任期 创下台湾民选总统以来 最长记录 不过一旁阁员 神情看似轻松 因为大多核心手掌 不动如山 蔡英文嫡系亲信 陈建仁还有郑文灿 接掌政府隔壁外 这回内阁改组 一共十位部长及职务 只有三人是新面孔 包括内政部长林又昌 以及文化部 财政部长都换人做 但先前正义部长几乎全数留任 搞出缺电的王美花 继续管经济部 搞出缺淡的陈吉仲 继续农业 任内断交八国的吴钊燮 留任拼外交 护高端的薛瑞源 不动如山 哀红不愿执行死刑的蔡清祥 依旧当法务部最大官 在野党炮轰 难道是因为这些人 执行费和费死 力挺莱猪 护高端 只要让小英满意 做得再烂 带头组阁的陈建仁 舍不得放弃中研院特聘研究员 用戒调当隔魁 但遭踢爆 不但没得过诺贝尔 没资格当特聘 甚至拿月薪五十万 该做研究的时间 他还跑去服选 当陈时中的竞选总部主委 网友怒红搞了半天 陈时中竞选总部主委 是我们月花五十万元请来的 还有人向蔡总统喊话 我也想做特聘 陈建仁 郑文燦都爆出过抄袭 买酒呛瞎 该检讨的人其实是他 不论是院长或副院长 都有学术文理问题 哪有成为社会仰望的对象 蔡总统本人的学位与论文 何成不是有类似的问题 内阁改组因袭人马 原封不动 答应帝国的内阁 继续背离民意 巩固权力 记者黄义军 王震台北采访报道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力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